那么长耿组引起的原因 首先我们看机械性长耿组 那么机械性长耿组 一个是肠外的因素 肠臂外的因素 比如说肠瞻连 肠年连带的压迫 可以造成肠道都不通 引起的梗阻 那么它的原因呢 往往是由于一些 这个手术以后 手术以后的创伤 还有一些炎症 都可以出现肠道的粘连 出现这个 一些调索 塑带的压迫 造成肠道的这个通畅性 受到影响 出现了一种肠梗阻 另外一个肠扭转 那么肠扭转以后 也可以造成肠道的不通 还有呢 就是肠道外的肿瘤 比如说腹腔 肠道外的肿瘤 压迫到肠道 造成的肠道的通畅性差 引起的梗阻 还有呢 就是腹外扇 腹内扇 那么造成肠道的通畅性 受影响而引起的梗阻 那么这是机械性肠梗阻 另外就是肠管本身的原因 肠管本身的原因 一个是先天性因素 比如说先天性的肠道闭锁 可以引起肠梗阻 再有呢 就是肿瘤 炎症等 引起肠道的一些增生性病变 比如说肿瘤 肿瘤长得很大 就可以造成肠道的不通 肠道的狭窄 引起肠梗阻 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内本身的因素 比如说肠道回虫 肠道回虫形成一个回虫团块 它可以引起梗阻 另外呢 像胆食性的肠梗阻 就有些胆结石的病人 那么由于长期的慢性的炎症 和肠壁形成一个内漏 那么胆囊结石 就通过这个内漏 排入到肠道内 那么堵塞的肠道 也可以引起肠梗阻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粪食引起的梗阻 特别是老年人 结肠的粪食 由于水分的这个吸收 那么造成粪食坚硬 无法排除而引起的梗阻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这个动力性肠梗阻 那么动力性肠梗阻 是由于肠道的动力造成的 比如说腐腔内的炎症 腐腔内严重的感染 造成了肠道的麻痹 使得肠道的动力受到影响 肠道不蠕动 这时候引起的梗阻 我们叫做动力性梗阻 也叫做麻痹性梗阻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肠道的筋鸾 那么肠道筋鸾 造成肠腔的狭窄 也可以引起筋鸾性的梗阻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由于肠道的血管 受到了影响 比如说肠细膜 上动脉的血栓 那么影响到肠道的供血 那么也可以引起肠道的动力减弱 啊 造成梗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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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